政院主張立法院的國會職權法案 摯愛難刑 等總統賴清德合可之後 將會以請立法院來複議 而立院也必須在十五天之內 做出決議 最快十八號院會 就可能針對複議案來進行 敬明表決 對於立院攻防戰場 藍綠都祭出輿論戰 將決行下詳選獎 其任主張立法院的國會職權法案 摯愛難刑 待總統賴清德合可後 將移請立法院複議 立院必須在十五天內做出決議 否則複議案自動生效 根據時辰推估 立法院最快十八號院會 就可能對複議案進行 記名表決 有國民黨立委認為 為防範民進黨團 杯葛拖延時間 應再次堅守在議場 讓議事順利進行 各樣的發言或是肢體動作來癱瘓意識 我們會怎麼去因應 這塊我只能跟各位報告說 我們有計畫了 但是這個我們還不能對外說 藍委對戰術策略賣關子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則要立委別惡意 癱瘓意識回歸民主程序 對此民進黨團指出並沒有規劃要杯葛意識 反批刑一屆國會中上來是藍白在佔領主席臺 民進黨會依循議事規則 民進黨不會進行無謂的議事杯葛 這是立法院第十四次來行使議案的復議案 都有相當的慣例 而立委員工防戰場也將延伸到街頭 藍綠都祭出輿論戰 民進黨輕鳥全臺飛宣講 將從十四號開始首發場選定花蓮 國民黨的反制行動十五號則將從賴總統本命區臺南出發 民眾黨則表示不會進行下鄉聲講 會透過網路空戰向民眾解釋相關法案 接著雙世成綜合不斗